老话说 看完不点赞 香味少一半 最近很多朋友留言 想看我做马虾 做法其实很简单 主要是难得剥 如果你遇到一个愿意给你剥小龙虾的 你就赶快夹了吧 当然你可以挨抬他的去 让他看看周小伙 讲的套套老婆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小龙虾要调青色的 肉多更细了 千万不要调红色的 其实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 二三十一斤的龙虾全是可可 剥了半天也吃不到肉 第二都不划算 你们说是不是 接下来将重点 第一步下蔬菜子油 烧着牛乘热 把小龙虾锁一下油 时间不要太长 用了几颗 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肉质更加细了 第二步 锅牛滴油 下姜葱炖炒香 提起来的味儿来一遭 化出红油 分钟的麻辣单一的辣椒很难处味 可以多放几种 让香辣味形成腐步 花椒香料必须给煮 全能型的火锅底料 能让龙虾底味更加混合 加虾三十五斤 继续翻炒五十九秒 第三步 加一瓶雪花啤酒 能够取心增香 最好用筷子开哈 不要用压腰 啤酒不够 开水来炒 加到蘑菇一只即可 生抽五十克 胡椒粉适量 龙虾蛋最后下 加盖小火烧十五分钟 八火熟干汤汁 学肥了不用洗碗 学肥了来我家洗碗 老话说 宝是看不见 饿是必出现 你会做蒜香小龙虾吗 上次做的是不是又洗碗了 不仅蒜香味单一 还累来发苦 今天教你一招夜宵店的秘方 首选本地产的紫皮肚蒜 香味更浓郁 按三斤香 已经蒜的比例搭配 不要加太多 剥好的蒜米必须重洗一遍 这样不仅能去除枯萎 还能避免产生蒜丑 关键是炒制式不宜焦 很多人在这一步都做错了 泡椒适量 不吃辣类归烧房 但泡椒的水必须要加 小米椒 姜葱 却不切碎备用 菜子有一点一斤 烧熟冷却至五层油温 把姜葱 小米椒大蒜 切碎 冲过水的蒜肉 如果后不会变黑 才能熬出冰糖 在家制作小龙虾不能太多 三斤就够吃了 翻炒后加雪花啤酒一瓶 开水磨过一只 盐少许 重口味的可以多加 鸡汁30克 这是弥补蒜肉口味单一的关键 大火烧900秒 米火焖300秒 蒜香味更浓 要想汤汁浓稠 出锅前必须够钱 也是夜宵店不外传的秘诀 老话说 打一千 骂一碗 三十晚上吃点饭 白桌虾平时吃不起 年夜饭必须做一个成长的 但很多人做的虾肉都发菜 咱还所以不知道哪个大 今天教你做一个白桌虾 比饭店的都好吃 悬虾 先截掉斧子 去掉虾线 水烧开后 下料和处理好的虾盖上锅干 赶紧配个蘸料 好的蘸料能增加虾肉的口感和玄味 我这个是黄金比例 配料都在视频上偷 两分钟到了 赶紧到处煮好的大虾 摆个团团圆圆的造型 年夜饭的盐子担当 非常莫属 简单生事 渲染可口 我是周小和 喜欢传统美食的小姐 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留言问我 老话说 烤菜无妙法 有多果要难 传统的串味将就香在前 那在后 制裁在高温下更衣提发香味 同时锁入了本身的玄味 一招做好大虾 麻辣悬香 悬香的颜值方法 我放在了评论区 做这道菜 锅不能悬出 必须要大砂锅 先加辅料增加底味 配笔让屏幕上加 虾必须放上头 屏铺蒸汽后 撒上香葱 关键是要用韩元花椒 和辣椒芥蒸汤香 哇 我里面有肥油 不想做菜哪个不肥油 那我们下半个月吃肥骨嘛 这道菜不用一滴水 学肥了回来我家洗碗 来小村 口口不准土了哈 这个是不盖的 我知道你是口口嘛 小村 我们今天是小龙小 好吃啊 我才不吃得吃了口口没得中 你是不想吃吗 你是找不到给你剥口口 不要闹呗 一天都往找找娃娃的 二条都挡猫了 你还担起得 去把猫豆给你拿来煮去 我不是可以不煮吧 你就想在屋里拿去不走 是 老话说夏天想吃虾 受伤口汗吗 想吃小龙小吗 你是不是没找到给你剥小龙小的人 今天教你一个最简单的 关键是不用出口 小龙小两斤 人多可以烧这么一点 我怕不够吃 蛋黄酱小龙虾不需要烧煮 所以马味很关键 先加姜葱 盐和尿酒 醃制20分钟 再放入银子 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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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小龍蝦脆 油成油溫入鍋 小火大約4分鐘 下口微微變黃 脆度剛好 胡柳底油 加兩勺彈簧電花膽 淡入小龍蝦 小串 開飯了 這個小龍蝦不用捕口口 專門給你這個單身狗準備的 你再說我不吃了 你不是不吃嗎 我不吃何格 小花哥 吃都市要大標 小花很快 來 走走走 老話說 聚會燒了蒜 快樂燒一半 大蒜配生蠔 快樂又消耀 很多人覺得燒烤點的蒜肉餡很好吃 其實說話很簡單 視頻後面有很多地方 紙皮鹿蒜 切水牛油 三層油溫一勺鍋 油溫太高溫度 一勺鹽 一勺醬油 一勺蠔油 一勺小米辣 小火慢了 切勁會不會太大 太大容易注意吐味 這樣做出來的蒜蓉醬 烤山北 烤生蠔烤青 羊羊羊肌 這個周末第一勺高辣 老話說 夏天不吃蝦 鳥肝有點爬 喜歡吃蝦嗎 今天將那個吃蝦不用吐火的好辦法 做法很簡單 首先準備九塊九的懸蝦兩斤 取出蝦頭 蝦線 北部劃上一刀 方便入味 開水入鍋 加量的料酒聚集 要像蝦肉 頭上吹冷 炒水時間回鍋場 15秒 變粉之火 出鍋後 迅速過冰水 鍋鍋鍋 更方便 其實我給你撥蝦 是一個很幸福的事 看看阿德尼一般來學 早日鍋上 蝦沒鍋 魚沒吃的日子 調味 很簡單 薑蒜片 洋蔥 小米椒 毛毛葉 燙一勺 雞精少許 生抽 香煮過一大票 蠔油半勺 石川紅油來一勺 外加一點檸檬 酸酸開胃 最後加少許的兩倍開 米豐冷場 更加入味 巴士的蛋 去本草岡木雞菜 火香 鹼皮一起 燒雞肉 小酥起司 味道鮮美 石川的家常做法 必須要用泡海椒和紅油豆腐醬 輔料相對比較複雜 準備八十後 燒油 下薑蒜 炒香 下豆瓣醬 炒三 加泡椒 飯炒醋 再來漂高湯 下雨 消火煮五分鐘 出鍋 勾芡 發火手指 面上再撒點火香 就可以上座了 老婆說 人在江湖飄 那能不長掉 想吃小野嗎 今天教你一道江湖茶 兩半斤 鮮辣 清爽 關鍵什麼的時候吃 第一步 切椅子刀 五毫米間鋸 能優小的切完八部分小吃 吃起來沒有磁感 加毛毛鹽和曲心時間好 鹽十五分鐘 蒸魚 魚去水開乳酪 加燒去白醋 曲心更完整 外加燒去了滑滴油 跟上滴油更加的懸忍 醬菜和小米椒是涼拌成的一味 缺一不破 脂皮鹿蒜兩顆 毛毛鹽 糖 雞精燒去 生抽 蒸魚石油 辣鮮鹿醬油 和一瓶米的滴米 多來一勺 芝麻油和青花椒油一勺去增加麻香 最後上場有十萬的回答神酒廠 買九塊就用一條 飽醬一杯 麻糬的蛋 老話說 有錢沒錢 回家過年 也看就要過年了 你的嫖強都沒有 這盤豆豉魚比火車上的豆豉魚罐頭都八十 老人小孩都愛吃 不吐骨頭 不卡吃 做法超簡單 雞魚混淋魚來兩條 火頭吊了更八十 加輔料先醃製二十分鐘 吃起來不行 切記不要打野 五層油溫下鍋 炸至涼面金黃 吃起來更香 表面酥脆和老鼠 整個更酥軟 鍋底牛油 加薑蒜某炒香 老冰糖兩鍋提鮮 下一碗老炭豆豉 煸炒醋味 拎到四千炸好的魚上 薑香食 焦魚冒起來老抽 加蓋 剩下的工作交給這個上午不升起 大火燒開 記得轉小火 小時候經常聽著說主廚的樣子飛了 他不是個快樂說 開啟的時候一定要小心 最後來找鮮魚翻身 大功告成 喜歡的帶筷子過來 我是這小火 喜歡傳統美食的小薑 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留言問 老話說 多吃豆腐多吃魚 但想請料沒問題 挖塊燒魚是學校和食團的大餐 先讓學弟兄妹們提起提也一好 做法很簡單 鮮魚三步走 蔥薑 骨椒和料酒 豆粉一大勺 鹽子三七二十一分鐘 俗話說 吃魚要吃鎮 吃草要吃鎮 要想煎的豆腐不碎 必須熱鍋涼油 選用老豆腐 煎出來更完整 炸魚一次 魚筷入鍋後 千萬不要心急煩 從這魚急煙了 會隨意給你看 接下來是萬安燃燒菜配方 薑蒜爆香 皮鮮豆瓣醬花煮紅油 加食品上的香料 爆炒十五秒 搭配一塊九十九歲的火鍋底料 兩瓢全水入鍋 香瓢十一 分分鐘煎掉炒灰鍋肉的鄰居 學灰了 家裡大米都要大批發 我是肉小伙 學灰的點讚 學灰的來我家吃飯 老話說 內喊看門道 外喊看熱鬧 水煮肉片 水煮魚片是家鄉名菜 外地朋友入川筆電 你不能吃辣的 你被水煮兩個字罵到了 其實水煮是一種川菜的烹飪器 米絕就在刀口辣椒和最後泼了一瓢油上 苗條的二斤條 用沙布插去身上的灰塵 煎上細細的短節 按無比的比例 加含月花椒 和適量的菜籽油 如果是煮魚 建議搭配點青花椒 味道更巴士 小火慢杯 炒出香味 左手以捏脊椎 放口出鍋 放涼後用刀剁水 切記不能太稀哈 風刀經不起油溫 做出來的魚片又枯萎 這是水煮的精髓 配菜 食樣東西比不可少 蒜苗 青菜 風味和豆芽 是水煮的標配 要么跟我學 要么收藏後喊麻 這是煎炎時封輕生的米酒 寬油下豆瓣淀花椒和米油 下薑蒜沒炒香 加鮮開水 家頭開大本的可以加高湯哈 燒兩分鐘 配菜炒水泥足 也可以提前炒至半熟 嫩魚片的醃製方法 尚餘期的蒜菜魚有詳細的講解 要想魚片嫩 心中還要練一個口具 即火豆腐 慢火魚 魚片入鍋後 竹子未開 加水煉粉勾芡出鍋 早上事先準備好的刀口辣椒 和蒜末 蔥花 滾油來打掃 千萬不要摳悶 風刺很難記住紅油和麩香味 老華索問 �塙 比較好 四川的家常做法 必须要用泡海椒和红油豆瓣酱 肤料相对比较复杂 准备八十后 烧油 下姜蒜炒香 下豆瓣酱炒三 加泡椒 翻炒醋 再来漂高糖 下雨 小火煮五分钟出锅 勾芡发火手指 面上再撒点火香 就可以上座了 老话说 几和豆腐 满和鱼 酸菜鱼是我们家乡的名菜 做好了 粉丝比酸菜好吃 酸菜比鱼好吃 同意的举手 做法很简单 但很多种第一步就搞错了 花莲 起厚厚的薄片 清水中抓一遍 取出血水 从这鱼腥味混重 腰香鱼片嫩 淡青鼻不和少 浮椒粉取心 盐少许 加一勺生粉 切剂 要顺时针配搭上去 盐制十分钟 鱼片花而不难 接下来是重点 酸菜鱼一定要选用鱼酸菜 这种四川特有的泡菜 色泽金黄 味道 味道 味道偏寒 必须简单清洗一好 风策汤不够选美 检验酸菜鱼好吃的标准 就是看有没有人用糖糖泡饭 如果有 说明你很成功 今天不用洗碗 说不定晚上还有人给你打洗脚水 炒制式 油很关键 清油能炒出精汤 和猪油混炒更香 酸菜下锅 火不能太大 温火炒干水起 吃起来更脆 加姜片 小米椒饱香 加旋开水或者高汤 熬120秒 煮的时候有顺序 先下鱼头再下分饰 出锅后单煮鱼一条 入锅后千万不要着急到脚 风策挂不上浆 鱼片一烂 烫一下 喂开气锅 8分速即可 鱼温会让鱼一条厚熟 直接煮熟会很彩 最后撒上糊料 用个清花椒油 80代半 味道如何 很好吃了 我现在这个汤 我再去煮碗面 泡汤 老话说 几次嚼 鱼次嚼 整理这么做才不行呢 首先准备要被水淹式的鹿鱼 刮去身上的涟液 雷沫必须划开清洗 这个最新 北部倒上花刀 方便入味 加毛毛盐 料酒 将湿儿烟二十分钟 酱切片 虫背 请我叫切丝泡碎杯 汉地不酱八片 虫心三根 投起真香 接下来是重点要考虑哈 要想鱼肉软化 如果前必须您少许的花煮油 蒸鱼饰式也有讲究 水开先例一小勺别处 能介绍鱼的腥味 蒸出的汤桌 出锅饰必须倒了 要不让腥味更重 都因美食发起了一场美食趣味大饼瓶的活动 作为趣味教程队的发起人 和我一起加入趣味大饼瓶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 Boibile 手 枕 溶 饼 Youtube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周小和 这是我Youtube的唯一账号 请大家支持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分享我的视频 并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最新消息了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